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禁不下新工作 在与同事交流时 他也不假辞色 糟透的心情在他脸上显露无遗 到最后一天光景下来 自己的工作不仅耽误了 同事们对他的态度也颇有怨言 等我们几个人一起下班时 他对此事仍不罢休 不厌其烦地说他才是对的 组长语重心长地跟他说 咱们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这件事是你对的 但你事后的反应也是你输了 你看人家一整天跟同事有说有笑 还麻烦地把工作做完 而你却陷入这件事无法自拔 既搞砸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 也影响了周围人的情绪 的确如此 一个成年人的情绪 若不被安然地处理好 只会让自己的状况越来越糟糕 在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了 出门碰到一个无理取闹的泼妇 你游玩的心情也跟着荡然无存 因为朋友一句伤人的话 你会辗转反侧 也不能寐 工作上挨骂了 你对接下去的工作也提不起劲 生活奔赴向前 一味纠缠于烂人烂事时 只会让自己的生活 滑向更糟糕的境地 日子有好有坏 倘若单溺于糟糕的一面 那么也会与美好失之交臂 有这样的小故事 秋天来临 小徒弟整天盯着枯萎的兰花 伤春悲秋 师父看不下去 就带小徒弟去不远处的枫叶林 此时枫叶灿烂如火 小徒弟说 咦 没想到此处的枫叶林 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师父这时才说到 你眼里心里都是枯萎的兰花 就算离你不远处繁花似锦 你也欣赏不到 兰花既然枯萎了 就把它扔到某处嘎拉 误再理它 你再挂念 它都没法起死回生 想一想 一个人到世界上来 来做什么 沐昕说 爱最可爱的 最好听的 最好看的 最好吃的 别因为一丝晦暗 就忘了去拥抱太阳的热烈 别因为一粒各脚的沙子 就停止了向前的脚步 我一直很欣赏 我唐姐处理问题的方式 她每次跟姐夫吵架 伴嘴后都会躲回娘家 起初我自以为很明事里地劝说 哎呀 夫妻一场 好好说一下不就完事了 不理不睬 只会让误会加深 我唐姐笑了一下解释说 是这个理儿 没错 但也得看情况 当时正在气头上 看它任何地方都不顺眼 说着说着 容易再擦枪走火 倒不如让彼此先冷静一下 有个缓冲时间和空间 等唐姐说完 我才恍然大悟 不要在深夜做决定 更不要在情绪不稳定时做决定 我们都知道 冲动是魔鬼 可多少人遇到问题 遇到矛盾时 都急于把情绪宣泄出去 与闺蜜斗嘴时 气往脑门冲 脱口而出就是绝交 事后才后悔不已 与爱人发生矛盾时 任自己的情绪拽着 小事变大事 直至差点离婚的地步 每个人都有脾气 这是人之常情 但让脾气肆意泛滥 就是自己的过错了 听听《武林外传》里 吕秀才说的 世界如此美妙 你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 不好 如果与人争执不休时 不如各退一步 搁置争议 等冷静下来 谁对谁错 也许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遇到任何问题时 先给自己情绪降降温 也许再回头看 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生活纷繁复杂 每天有各种事情接踵而来 有无数外界因素干扰我们 每一件事都过分在意 只会让自己疲于奔命 每次都被各种情绪塞得满满的 只会让自己无暇顾及生活 曾看到有人在网上求助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情绪容易受到影响 该如何是好 其中一个人半是认真 半是开玩笑地开导 每当遇到烦心事就自我安慰 这些都是芝麻大的事情 何必为他愁 何必因他扰 咱们的理想是星辰大海 不应该为没吃完的甜筒 掉在地上 看的电影草点满满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影响心情 虽然这有点阿Q式的自娱自乐 但不否认的是 成年人就应该懂得 过滤掉无意的情绪 筛选掉无用的事 生活本就是一场负重前行的修行 倘若世事都来者不惧 只会不堪重负 如果不能妥善地放下一些坏情绪 那么也就无法心无旁骛地朝远方前进 他强由他强 清风拂山岗 他横由他横 明月照大江 做自己想做的事 走好自己要走的路 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把一切负面情绪丢掉了 才能轻装上路 何炯曾说 坏情绪还是少挂在嘴边比较好 家人听了难过 朋友听了偷笑 更让自己顾影自怜 丧失斗志 成年人的世界 不应再任由坏情绪自由发酵 我们对一些负面情绪 要学会风轻云淡地 打包扔进垃圾桶 清空自己的内心 我们遇到问题时 懂得先给自己浇一盆冷水 让自己冷静一下 虽然人生在世 都有三千烦恼丝 但很多烦恼可大可小 主要取决于我们怎么去对待 试着学会冷处理 也许有一些事情真的就是庸人自扰之 也许有一些事情割一晚过后 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没有扫不除的阴霾 太阳每天要升起 希望永远都会在 好想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 绝不是偶然 仿佛猴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 原来所有情节 仔细回想 都是种呼唤 感动过的故事 看过的书 经过的地方 遇见的 碰上 正面的远方 流过的泪光 听是谁在唱歌 还是你心里的盼望 听是谁在唱歌 是我歌 对谁呼唤 好像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 绝不是偶然 仿佛猴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